您现在收看的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电视 每天天还没亮 甘肃省西河县朝阳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杨妹 和她的弟弟妹妹就要背着书包去上学了 西河县离四川地震的震中大概300公里 时隔一年之后 在这里还能看到不少去年那场大地震所留下的痕迹 杨妹家的屋顶都被震塌了 学校里的教室也受毁严重 已经成了危房 地震发生的时候 我们在上课 忽然觉得教室在化动 同学们都往处走 现在杨妹和她的同学们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搭建的板房教室里上课 他们还领到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发放的新书包和卫生用品 以及其他一些体育娱乐用品 学校里还在建一座新的公共卫生街 很快就可以完工 虽然甘肃省不像四川受灾那么严重 但也有许多校舍倒塌 无法继续使用 在各地政府和合作伙伴的支持下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已经帮助近万名中小学生 重返校园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在全省范围内 对数百名教师进行培训 教他们怎样在教学中推动与学生的互动 怎样促进学生参与社区活动 以及怎样保护女童的评论权力 对于像杨妹这样的孩子来说 教育意味着机会 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去年才刚动了一次大手术 她的父母决心一定要让她上学 因为上学是可以让她像弟弟一样 拥有改变自己未来权利的唯一途径 地震发生一年之后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资助 正在帮助中国贫困地区的女孩和男孩们 完成他们的学业 您刚才收看的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电视 我是金波 携手儿童青少年